2021年1月1日至2022奥文正赛 将在2022年1月30日举行 目前距离奥网也即将到来 对于自己接种疫苗 迟迟没有像公众说明的德约克维奇 奥网能否成功还存在疑问 因此 对于这届奥网 德约克维奇是否能参加 外界各有不同看法 北京时间的2022年1月4日 德约克维奇正式宣布 获得欧洲医疗豁免 将启程前往2022奥网 据悉 由奥网认可的独立医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审议后 确定德约克维奇有资格获得有关医疗豁免 获得豁免后 德约克维奇随后证实 自己将前往奥网参赛 在社交媒体上 德约克维奇写道 大家新年快乐 祝现在的美食每刻都健康愉快幸福 也能感觉到在这美丽的星球上的爱和尊敬 在假期中 我与爱人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今天我将带着特许权去澳洲 2022赛季加油 许多球迷都期待德约克维奇能加入澳网 但关于豁免仪式 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引起讨论和争论 在此之前 澳网宣布 所有参加澳网大满观的球员 都必须接受全面的新冠疫苗接种 但是Dijakovich并没有做过疫苗接种 也明确表示不会接种 澳网官员还说 球员们将无法参赛 除非他们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医疗豁免 网民们指出 德约在享受超级巨星的特权 澳大利亚的这一举动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澳网赛事主管Tilly说 有一个公平且独立的协议 来评估健康豁免申请 这样 我们就可以保证2022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安全快乐 而这项赛事的核心就是 独立的医疗专家对每一位申请者 都给予了适当的考虑 主办方并未透露 为了保护隐私的德约克维奇申请的任何细节 因此 只有专家小组和申请者才能获得豁免 其他人才能获得豁免 2021澳网决赛 德约克维奇以3比0横扫 俄罗斯人梅德维德夫 成为澳网历史上第一个九冠王 德约克维奇本赛季将夺得澳网第十个冠军 此外 德约克维奇 纳达尔和费德勒也将获得20个大满冠冠军 而德约克维奇这个赛季的另一个目标 就是超越 期待着拿到第21个大满冠冠军 感谢观看